我是并基大三生大四的同學 我叫高偉成 我這學期也有學完老師的動態系統分析 就主要是在學這堂 我是覺得這門課老師規劃的蠻好的 就是像我沒有學過字控 控制方面的課沒有 其實也只有奠記大家的基礎課程的底子 加上炫鬧系統 可是老師的課程進來之後 他是從炫鬧系統開始有複習 然後包括一些基本微積分 然後開始帶入比較深的數學 然後到我們會用到的模擬軟體 然後到實作 然後我們最後DEMO出來 倒立單板甩上去 這些全部就是在這個學習的課程裡面做 然後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就是不會有學習上的困難 因為老師其實他的課程規劃 是讓學生在 不是在考試的時候 不是在考試的時候拚了命去讀 然後把那些東西交給老師 而是在老師設計的那些作業題目裡面 就可以讓同學真的去了解到 課堂上所說的那些東西要用在哪裡 包括作業裡面就很多題都是要拿來模擬 而模擬的題目是一步一步 再往我們最後要達成目標 就是把倒立單板甩上去的那個成果 有關的 而每一個區塊因為有 因為回去的作業然後模擬完 考試反而不會需要花很多心理去準備 因為在作業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需要花時間去準備的部分 那老師的課程規劃 我覺得好的就是從理論到始作 這方面就是讓助教帶著我們 然後實際去操作MateLab模擬 然後最後真的讓我們去想辦法把它甩上來 每一組想辦法甩上來的方法都不一樣 但是大家最後都成功地甩上去 而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大家不同的想法 包括怎麼把那個理論用得好 有些是可以很快速地甩上去 但是卻沒有很穩定的那些狀況 但那些老師都可以直接告訴你說 那可能是我沒有考慮到些什麼狀況 然後我覺得這門課會 帶同學真的是從理論進到始作 然後對控制這方面有興趣 就像我真的是因為這門課 然後我才對控制有興趣 因為在這之前我不曾碰過這個 但因為甩了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對我影響蠻大 因為這大概是我第一個真的這麼完整的做出一個專題 然後是從無到有 然後把它甩上去 然後我覺得這門課我收穫 就大概這樣 不用講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